因為球是遠的 我沒有辦法確定我能過什麼 對啊 贏球就這麼好 結果說得出了這一棒打得還蠻高的 還在飛這個距離鎖得住 鎖不住啦 紅包 那就連續四個打數長打 還是要靠老大隊 那一支拳雷打其實 一開始的2比0是對我們是 比較安定一點的 對 那一支拳雷打 對 學長今天也是帶頭 帶頭打2分 然後大家好像比較放開來打這樣子 像帶我們衝這樣 球隊有輸有贏嘛 因為有狀況好的時候狀況不好的時候 學校我們那麼團結了 好的時候一起好 壞的時候就一起換 這也是一種好事啦 今天大家也打出來了 對啊 因為我們該練的都有練 不要輸我們輸球 然後又要找一些原因 我們也有打得幾支不錯的 但是就被接到 我們能怎麼辦 對啊 球賽本來就是這樣子 要怎麼樣能夠爬起來 或者是維持 可能就是我們的課題 那像我們投球也是一樣就是 不好的就是不要去想 因為前面舉是分了 那是前面的事情 那後面想辦法把它收下來 在比賽過程中去學習 去想辦法怎麼把 在前一打起或是前一局不好的表現 那在後面的時候再把它討回來 然後怎麼把表現給拿出來 好的手臂帶動好的攻擊 應該都有關係 正常的話應該都有關係 因為有好的表現的話 就對代表自己 一邊因為剛開賽而已嘛 剛開賽就是處於 你要馬上拉 專注度要馬上拉高一點的話 其實 有一點困難 就是如果那顆 如果那顆是有接起來的話 當然專注度整個就是拉 有拉起來 會接而帶到攻擊上面這樣 中間方向還是穿了 那這一次比較不一樣 是二壘上的跑者也要回來 所以這一棒是兩分打點啊 這感覺就是 雖然我們現在不好 可是我們在慢慢往好的目標再走 我們就是先從細節開始這樣子 想辦法把自己的任務做好 想辦法把自己的任務做好 那個太突然了 我只是跑出去然後看 再扣二壘的話有點危險 然後馬上回來就專注在壘包 然後踩上去 踩上去然後結果 我才剛抬頭而已 結果一顆球卡再回一下這樣子 我這樣打到然後 我看一下裡面然後全部都在笑 然後連教練團也有在笑